重啟核四 但在野黨質疑 國內光是電量就有大缺口 一旦廢核 馬上就得面對缺電危機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怒嗆 蔡總統有本事 就直接把核四關掉 還能省下封存費 1218公投倒數 民進黨不斷宣傳 2025廢核家園 堅持要被核四 但台灣真的有本錢廢核嗎 蔡英文執政5年了 有本事你直接關掉 每年40億 蔡英文說綠能要衝到20% 但執政5年也只增加2% 目前也只有5% 核能占11% 如果廢掉核能 電要從哪裡來 2025是你喊出來的 那你現在做不到 你不能說2025 是我拍拍屁股我下台了 2025我管他的 你現在就要告訴我們 然後電價結構會是怎樣 然後會不會缺電 電會不會不穩 會不會要夜間限電 會不會要降壓 像現在降3% 電要降3% 問題已經出來了 核四公投領先人黃世修也批評 若要執行非核家園 恐怕會造成缺電 漲價 空污 國安等四個問題 若核電能說廢就廢 過去民進黨執政時 為何要追加預算蓋核四 難道不是在自打臉 這個核電11%通常幹掉 那就差25%了 怎麼來 那就用我們的廢發電 用命發電 反核的非核的生死排 讓台灣人民 就是冒著生命的風險 用生命再發電 所謂的反核 其實只是他在操弄選票 的一個方法而已 那他為什麼在 最近這幾個月 雞雞慢慢把核燃料棒送回去 因為他知道公投可能會過關 所以他是企圖造成一個既存事實 這一切都是政治上的謀略 蔡英文喊非核家園正天想 但現實卻得先面對缺點危機 蔡政府想廢核 卻拿不出替代方案 難道是要百姓以後 真的只能用生命發電